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选完了台北市长 打算先休息 回到他最熟悉的律师工作 但他下一步怎么走 蓝莹有礼让黄珊珊 选港湖区立委的风声 让同样有意角逐的 国民党议员游淑慧不满发声 游淑慧在脸书上爆料 说其实早在2021年 就和市长不建议要跟黄珊珊合作 但蓝白合作的想法 在2022大选时变调 如今自己却又喊着要礼让 这似乎太一的抱怨 太温良恭敬让 呼吁党中央应该是要合作 而非礼让 蓝白两边都还有得真 港湖以往被视为蓝莹大票仓 包括现任立委高嘉瑜 表态参选的除了蓝莹的议员游淑慧 李明贤还有台湾激进党的吴辛贷 都有意抢下这席 港湖区成为大热门 黄珊珊在脸书上发文说 明年要举行的总统和立委选举 攸关台湾的未来和下一代的福祉 对于每一位台湾人都很重要 不可能置身事外 更说到卸下公职成为自由球员 未来要选谁也拦不住 不想选也没办法勉强 等想好了就知道了 到底要不要选要选什么 黄珊珊没有把话说死 只是外界剧本一套接着一套 最后到底会怎么演 恐怕还是女主角自己心里最清楚 华尔熊和商兄且调活动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